盘点不同人的学习时间 第一个学渣 学渣那可太气人了 每次考试都是不及格 不过也正常 他们每天的学习时间连30分钟都没有 第二个普通学生 普通学生比学渣那可强多了 起码也能考7、80分 当然这也全靠他们的努力 他们每天都要学习8个小时 一起床吃完饭就开始不停地背书 背单词 第三个学霸 学霸看得我都心疼了 虽然他们的成绩非常好 每次都是90分以上 但是学霸每天非常的拼命 基本上平均的学习时间都在12个小时左右 真是太努力了 第四个学神 学神那可太牛了 每次考试都是满分 而且最离谱的是 他们的学习时间比学渣还短 每天就看10分钟的书 其他时间都在玩 What 世界 謝謝